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由燕晚峰为你报道新闻 首先是内容提要 CIA局长提名人说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是专制对手 美两党参议员再推法案反制中共查美企言论 民主党推新选举法 16州政府及多机构强烈反弹 来特欺责速拜登延续川普的对华经济政策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柏欣斯William Burns表示 与中共的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 一个对抗性、略夺性的中共领导层 构成对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柏欣斯星期三2月24日 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 多次强调习近平治下的中国 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他表示在被任命为CIA局长后 他的四个首要任务是人缘、伙伴关系、中国和技术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超越中共将是我们国家的安全关键 柏欣斯在确认听证会上说的 他说习近平的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强大的专制对手 他们涉取知识产权、镇压人民、输出控制 和在美国国内建立影响力 一个对抗性、略夺性的中共领导阶层 构成了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柏欣斯说 和中共治下的中国竞争是拜登政府 以及两党国会议员的首要任务 两党对华英派的议员都希望 拜登能够对北京采取强硬路线 其次俄罗斯被认为是一个 美国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柏欣斯说 那些熟知的威胁依然存在 包括来自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威胁 同时 气候变化、全球健康问题和网络威胁 也构成了巨大的风险 日前 即将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主席的民主党参议员 麦克利 向路透社透露 来自两党的参议员 将在星期三2月24日 再次提出法案 针对中共审查美国企业言论一事作出反制 麦克利表示 中共政府近年一直向美国企业施压 要求他们支持中共的政治立场 受影响的行业包括酒店、航空公司 及荷里活片商等 他指出 对于中共对美国人和我们公司的审查制度 以及恐吓行为 我们必须监察并应对 制定一项战略 来维护言论自由这个基石 并对那些压制和摧残自由的人追责 支持该法案的国会议员 包括共和党参议员劳比奥 包括马可·罗比奥 法宁 以及民主党参议员 和电影业提出建议 参议员多数党领袖 舒默 星期二、2月23日也表示 他已经指示议员们制定对抗中共的措施方案 在两党共同反对中共问题的强硬立场上 对抗中共的不公平做法 共和党的鹰派参议员 近期亦加大了对拜登的施压 要求他坚持川普总统对北京的强硬政策 一些国会议员甚至认为 设置专责小组还是不够 需要采取更强力应对措施 例如如果美国雇员因中共施加压力被解雇 他们可以更容易提訴 或者要求美国大学披露 和孔子学院的财务关系等 拜登政府表示 他们正在对涉华政策进行审查 并承诺对中共采取更强硬 但更多边的应对 但具体计划至今尚未透露 无论是川普政府 针对中共社交媒体应用程式TikTok的行动 还是是美国对涉中共军方的中国公司投资禁令 拜登政府官媒给出明确的答复 美国前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 曾于去年批评指出 有美国大型企业为中共当税客 包括荷里活电影公司为了讨好中共 经常审查自己的电影 以安抚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权侵犯者 他呼吁美国科技巨头和荷里活 不要为了短期的利益对中共虽静 因为放弃原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正在推动一项新的法案 要授权联邦政府 从各州议会拿走显法所赋予的管理选举程序的权力 此举已经引发16个州政府官员的强烈批评 也引起诸多研究机构专家的反弹 他们认为民主党人此举 是在违献地控制言论 想永远执政 众议院民主党人2月22日 以反腐败为名 联署了一项选举改革法案 2021年为了人民法案 For the People Act of 2021 法案主要内容包括 创建全国性的自动选民登记系统 以及在线选民登记系统 允许投票日当天在投票点进行注册 强制实施无过错缺席选票 即要求各州禁止缺席选票上的证人筹名和公证 并接受大选日后10日内的邮寄选票 只要邮戳在大选当日即可 恢复重罪犯的选举权 将划分选区的权力从州议会转到一个独立委员会 将哥伦比亚特区升级为州等 同时法案将授权于联邦政府 对子质选票和选举系统供应商进行监管的权力 共和党人叫这是违宪的联邦政府接管行动 阿拉巴马州州务卿梅里尔·John Mill 2月23日星期二发表声明 已联合其他15个州的州务卿 自信国会两院两党领袖 要求他们拒绝这个法案 他们认为国会强行推行的一刀切方法 剥夺各州的宪法权力 并进一步破坏了选举过程的安全性和公正性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分析认为 这个法案不单止将2020年大选中 出现的修改选举规则的最糟高部分 推广到全美 而且还将各州管理的选举程序 集中到联邦 是不明智和违法的授权 而根据自由言论协会 Institute for Free Speech 对提案的分析 还以与民主党的大规模选民登记 和竞选程序改革法案 将赋予联邦官僚 控制政治言论的巨大新权力 萊特希泽在接受美国指南针 American Compass採访时 链名这个立场 萊特希泽指出 川普的贸易政策扭转了美国在二战后 全球化贸易政策的方向 就好像将一艘航空母船的船头扭转 川普的经济策略 才是真正为美国人着想 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萊特希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贸易律师 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 对美国贸易政策起到重要作用 他在采访中说 川普政府在改变经济贸易政策 如关税、就业、制造业回流等问题中 冲破重重阻力 是因为触动了全球化企业的利益 他指出很多人失去工作 是政府以为 允许有些人在海外 特别是在中国生产比在美国更加赚钱 他说 我们更加强调一件T恤的价格 而不是社区安全 这是一个完全疯狂的想法 萊特希泽表示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25%的关税 令工厂从中国转移出来 有很多情况下转移到了美国 到新冠状病毒席卷美国之前的去年2月份 川普的贸易政策令到美国就业机会 比2016年选举日时增加了50万个 病毒疫情期间更令大家意识到 不能再依赖中国的生产 他说 现在数十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 对贸易如何运作 及在美国建立强大的社区作用的看法 亦发生了完全的改变 他还指出 川普的经济政策令大家看清了 中共的经济运作模式 即是一种独裁特征的模式 萊特希泽的继任人大琪 也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发展壮大了的野心勃勃的中共 他们的经济由中央计划者控制 不受政治多元化、民主选举或民意的压力 因此华盛顿反对他的贸易记录 和邻国的领土争端 对香港的镇压 以及虐待新疆穆斯林等行径的声音 比任何时候都要多 萊特希泽认为 拜登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维持现有的贸易政策 坚定执行川普政府所有贸易协定的规则 第二件事是与中共竞争 利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并要求它按照这个协议来执行 同时美国保持对华关税不变 并在适当的地方添加新关税 第三件事就是着眼全球经济 完全重置关税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表示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目前最大的挑战 是能否承受企业、主流媒体、外国政府等 所有希望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的利益集团的冲击 他强调了拜登政府继续前政府政策的重要性 他指出他们会决定我们居住的 抚养我们的孩子成长的社区将变成什么样 萊特希泽强调 我们在这个竞争中 我们承受不起失败 世界承受不起我们的失败 但让萊特希泽感到乐观的是 川普的贸易政策将是一个永久性的转变 他认为新政府会继续这种贸易政策 正如他比喻那样 川普政府调转了航母航行方向最难 新政府纯粹推舟就容易得多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